柔道男神楊勇偉帶著自閉症孩子做伸展 訓練肢體協調 達到放鬆效果 俗稱自閉症的肯納症是先天腦部疾病 治療過程漫長艱辛 更是加重經濟負擔 台灣大哥大推動重伏電計畫 募款建置太陽能板 預計20年發電174萬度 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 帶來近千萬收益 將公益愛心放大2.18倍 過程中除了能夠讓肯納基金會 能夠有個20年穩定的收益之外 也希望在這過程中 大家的捐款可以一起為台灣種下綠電 能夠加速我們整個台灣的碳中和 往淨零碳排的步伐 所以這是一個綠色工藝的概念 台灣大哥大推動淨零排碳 邀請14家手機廠商 響應重伏電計畫 更率先捐款100萬元 同時承諾加碼購買等量綠電 還邀請柔道男神拍攝公益影片 號召民眾響應 楊永偉在拍攝當下立刻捐款 希望能拋磚引玉 團體裡面有朋友 有其他的父母可以持續的照顧他們 那這個計畫正好給我們 這個永續的概念非常符合 感謝台灣大哥大致重伏電計畫 重伏電計畫連續推動第六年 幫助許多社福團體 去年更首次租用企業屋頂作為發電場域 轉售的綠電收益 再挹注羅惠夫如言基金會 讓基金會能永續經營 擁有環境貢獻減碳價值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提供給自在家 照顧電費 請進來